来来来,来红哥之力拿一把没有附魔的能量剑 今天桃子招棍阿黎一决胜负 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哎哟,决斗之前还先鞠个弓? 这么有礼貌的 那我们就以这个烟花为新号,正式开始 看看看,阿黎快看快看 真好看啊这个烟花 趁机会偷袭它 看看看看看看 呃,哼,阿黎竟然不上当 还真是小看你们呢 1比1了 不对呀,阿黎的手怎么这么抄呀 三局两胜还是怎么叠 阿黎你耍赖,你开背是脚 行,不开了不开了 来,三局两胜还是怎么着 直接在这里打一晚上吧 打到天亮 平时光跟阿黎玩生存 倒是没有跟阿黎玩过PK什么的 没想到阿黎的技术这么好 走位如此飘忽,卡都看不到他 手还长,怎么能卡到我的 今天不打累了,谁也别想走 好了好了,先停一下 算一下积分啊 我星星原本是78颗 现在变成60颗 阿黎原本是40颗 现在变成22颗 呃,好像是都少了18颗相像 平局 好像都少了18颗相像 平局平局 咱俩就是你死一回 我死一回 哎,没意思 打了半天 自然是平局 上一期建的这个锅 明白了吧 其实啊,就是一个决斗场 平时我跟阿黎就在这个地方决斗 看谁不顺眼了 就上去打一架 上一期啊 粉粉们都说 这个锅那不就是鸳鸯锅吗 我觉得啊 你们说的好像也没毛病 特别像那个鸳鸯锅 我觉得啊 用来当做火锅 也不是不可以 嗯,我平时最喜欢吃粉丝了 我要把我的粉丝们 全部都放进去 然后下面点火 把你们全都炖了 再加上我喜欢吃的牛肉 嘿嘿 快快快 粉粉们跳进去 让桃子把你们吃了 开个玩笑啊 接下来的话 咱们把神圣树中间 给它放上一条灯袋 这个想法也是想了挺久了 我们用白羊木围栏 把两棵神圣树连起来 然后鼓作了三种灯 灯梦 古典路灯 还有中式宫灯 我们放一下看看 哪种灯好看 嗯,我想想 要是把围栏下面 都放上这种灯的话 还是第一种灯梦比较好看 我选第二种 意见又产生分歧了 那要不就一半灯笼 一半露灯呗 谁也不得罪 最后啊 是谁的结果也没有采纳 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想法 把围栏替换成桥 这不是七夕也不远了 牛郎和织女 不是在雀桥上消灰吗 咱们在桃梨飘溜记里面 一见一个小的雀桥吧 从网上找了个图片照着剑 不过我们还是偷懒了 有没有小伙伴看出来的 我们这个桥啊 就只见了一个面 毕竟他只是用来装饰用的 见一个面就够了嘛 到了晚上 乌其麻黑的 估计牛郎和织女在上面 我看不清对方了